還有三檔量大熱門股 重量大來請上來 這三檔依序是長榮 是貨櫃 這是散裝 這是鋼鐵的中鋼 所以 對 沒有錯 他們三個都跟報價有關 傳農產業股 大家記得 就是說我們去看報價 那我譬如說舉個例子 長榮大家很熟悉 就是貨櫃航運 先給我一個白板 我們先假設一下 因為長榮多空看法都有 很多人對於這個運價的看法 就是說長榮這種股票 他們就是景氣循環股 那譬如說以今年來講 二零二一年 現在都快到年底了 我們當初在半年前或一年前 我們在預估運價走勢的時候 大概會怎麼樣呢 譬如說這裡是年初 這也是年中 這也是年底 我們應該預估都是 大概都是這樣子吧 運價 對不對 大概都是這樣子 當時說第一次就會掉下來 對 然後到了二零二二年 大概就這樣一路往下了吧 所以這才叫景氣循環股 對吧 可是給我一個紅色 現在的走勢是怎麼樣呢 是這樣 這樣 好 現在是這樣 觀眾朋友你知道為什麼現在是這樣嗎 中文大哥 先讓我插播一個新聞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 請看標題 貨櫃是不是要看上海集裝箱 就在剛剛最新消息 中文大陸上海集裝箱 他們集裝箱就是我們的貨櫃 再度標例是新高 美西縣首度漲破七千美元 這個不要輕喔 給您看個圖喔 你看這個圖在這邊喔 對 是跟我畫的紅色的一樣 我們現在回到中文大哥 讓他把它畫完 待會兒再看圖了 所以現在來回到白板 中文大哥 那接下來這樣還會怎樣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理論上應該是藍色這條線啊 但是結果現在出現的是紅色這條線 然後呢 現在還又又創新高 創交是剛這個禮拜漲了2.7% 整個指數漲2.7% 然後呢 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剛才瑞蘭講的是美西縣 我們來講的是東南亞縣 東南亞縣上個禮拜漲20% 這個禮拜再漲12% 天啊 那東南亞縣比較偏 就是偏東南亞縣的是 萬海這家公司 所以萬海昨天漲停板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亞洲縣 對 晉陽 晉陽縣就是比較算萬海 所以回來長榮 所以我們的意思 這個話好了嗎 對 可以了 可以了 所以大家知道意思就是說 這個運價的走勢是跌破大家眼鏡 跟我上禮拜講的是一樣 就是說本來預期應該要下了 到第四季怎麼創新高 沒有跌個三成就不錯了 是不是 結果真的創新高 還創歷史新高 這個都是跌破大家眼鏡 那明年呢 也真的無法想像 所以圖要不要幫我們做個補充 那如果以您這個看法 你看你看一模一樣 那我不用多 我問 明年的第一季就好 明年的第一季大概怎麼走 我這樣講齁 如果就算第一季它橫著走 航運公司也賺翻了 為什麼 它這個價格就賺翻了 早就賺翻了 對齁 因為是歷史新高價 因為它現在這個價格都還沒有反映在營收上 我們現在看到營收都是上個月上個月上個月 都是之前在盤整的時候 上個月是上個月上個月之前 都是之前的運價 而且還還沒晚就是說 我上次有講這個貨櫃的運價有一半可能來自於長約 對 我剛剛就是要問這個長約 因為約一千就是一整年或兩年 對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 譬如說這個你清掉 譬如說你現在看到的是這個指數叫做現貨價 對不對 合約價 其實如果我畫一條合約價的走勢圖 它很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簽約了就不會動 我是不是一年換一簽 可是因為我現在時間到了 我都要簽明年的2022年 他們是直接就這樣往上跳 我一跳就是300% 對 就變這樣 所以好 你如果說我們來算長榮的獲利 那要怎麼算 它50%今年是算這裡 明年50%要在這裡 對不對 我有一半 假設我有一半的合約價 那明年如果都順利的換約 那我光這個部分 我不用光看上面的指數 我就光這個部分 我的營收就增加多少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橫著手就賺翻了 因為橫著手我就確保這個沒有問題 不會有人跑票 但是如果它又飆上去 我還是賺這個錢 對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樣的概念 所以二六零三K 趕快檢視一下囉 好 所以最近為什麼 它的股價走勢能夠走出一個底型 原因就是這樣 他現在的股價已經站上半年線 對 應該說幾乎踩在均線上 所有均線踩腳下 對對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 他就是一個偏多頭的格局 然後你去看外資也開始買超 頭線也開始買超 然後再加上我剛才不是講 現在最流行就是低本益比 對 他本益比不到三倍 不到三倍 那明年一定是高配息 對 不管怎麼樣 我配個二十塊 配個十幾塊 都是高配息 今天二六零三四 外資頭線同買超 貨櫃之道 散裝 再來講散裝 散裝畢竟來講 載的是原物料 所以他的報價 要看原物料的報價 但你要知道過去的 譬如說十月份 中國因為他自己的這個PPI PPI飆到十幾趴 失程者物價指數 對 所以中國在十月份 拚命的打壓他們的原物料價格 所以煤礦的價格大跌 鐵礦砂的價格大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運價指數 所以波羅地海指數 譬如說我們以海甲型 因為海甲型就是專門在那種 比較鐵礦砂或者說煤炭的 是不是就暴跌 真的耶 他這個運價不是跌50趴 是跌60趴 好 那現在呢 因為畢竟來講 這是官方打壓嘛 那這個打壓其實需求還是在 所以你打壓下來的時候 現在開始慢慢的又回升了 所以這個一回升 是不是又讓相關的散裝航運 又準備要活起來 是 好 那你來看他的 那透過這個圖 我如果問喔 散裝的是不是最壞的谷底 已經過去了 當然啊 當然 而且這個是人為因素 這不是自然的因素 對 所以呢 看起來 他這個未來反彈的力道 還有可能比貨櫃還強 好 透過這張圖呢 我們還是簡單化一下了 這是一艘船喔 船 如果呢 你今天的東西呢 是一貨櫃 一貨櫃往上疊 再叫做貨櫃輪 長榮陽明 可是如果我現在要載貨 是這邊挖了一個洞 往下裝鐵礦砂 玉米大豆 還有糖 往下鐵礦砂這些等等 這樣子叫做散裝 散裝的要看這個指數 這個要看集裝箱 對 沒錯 好 來看一下玉米的K啦 對 然後我剛剛還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最近的拜登不是剛通過大基建 大基建的那些原物料靠什麼在 散裝啊 散裝在嘛 對啊 你怎麼可能那些水泥還有鋼金 鋼金當然也是 美國自己不產這一些 所以他必須從海外來 台灣啊 中國買 那那些都是散裝 對 那這也算是一個底型嘛 至少這是一個W底嘛 所以相對來講風險會比較小一點 那我要不要 然後法人也是站在買方 要不要觀察季線 季線如果五十八八七過了 對啊 他比較像是什麼呢 一個月前的長榮 一個月前的長榮是這樣以後晃一下 然後再創新高 那我們看一下二六零三好了 一個月前的長榮 它比較像是在這裡 你看季線過了之後再創高 育民季線在這 所以你的意思就 它比較慢 過了一下 晃一下 這樣子 對 沒錯 沒錯 OK OK 好 我懂你了 好 中鋼來 好 再講中鋼也是一樣 他他面對原物料的暴跌 所以他過去的股價也受到影響 可是最近如果你有去看中國的寶鋼 這一檔股票 他的底型也慢慢出來 也是一樣底型慢慢往上走 是這樣 對 所以如果寶鋼還能夠穩住 繼續往上創新高的話 中鋼當然有機會 2002中鋼直接切過去了 中鋼 哇 所以呢 所以現在他也是在做一個 打底的動作 最重要的是 現在流行的是 本益比低的股票 那中鋼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那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抓個數字 這邊就是景線 景線對過去就是季線 季線 35塊 如果越過等同於 等同於剛剛的玉米 等同於一個月前的長榮 等同底型也打出來了 對啊對啊 太好了 所以今天六檔亮大熱門股 集中五大產業 成功大哥都追囉 追熱門股 當然就是由這推演到台股下一步囉 台股呢 好我們要講 現在我們看到的資料 譬如說華爾街很多的投行 對於這個Omicron的這個病毒 其實都有一點 叫大家放心啊 沒事啊 不用緊張可以買股票 他們越這樣講我越緊張 真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有去年 新冠肺炎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的經驗 我舉個例子 去年一月份的時候 我剛好去美國 然後那時候沒有人在戴口罩 洛杉磯機場 哇空蕩蕩的 沒有人在戴口罩 然後呢 過了一個月以後 我回來台灣過了一個月以後 美國呢 七例 他在說沒事啊 那時候總統是誰 叫川普嘛 川普說啊 這感冒 對吧 這小感冒 川普還忽視他呢 重點是川普還中了 川普自己也中了 沒有錯 川普中了也沒怎樣啊 他是小感冒沒有錯 但是你要不要防啊 你還是得防啊 小感冒到最後惡化 會死人啊 後來美國變怎樣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說 一開始都是輕忽的 資本市場一開始對這種東西都輕忽 可是我們畢竟來講 不是公衛專家 沒有人敢說他會怎樣 因為他現在的病例數比較少 因為今天早上 我們已經聽到 紐約市已經武力了 那過了週末 這個會變極力不知道 那金融市場的反應 其實你看美國股市 那瑞涵有講台股最近是不是比較強 對 美國股是不是很差 我們看到窦窮 窦窮兩個月的大頭部 都在怕那個 OMICRON 對你不要說道窮 你看納斯達克也是 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這個走勢都不都都是不好的 而且我口頭報告 昨天 可可大哥不是代嗎 亞洲國家 日本 韓國 香港 現在的確診 OMICRON 他們都有確診人數 是在增加的 所以從大哥掛到道窮跟納斯達克 我想到開始了 日本 這三個股市馬上看一下 你就知道 OMICRON 亞洲股市在怕了 觀眾朋友 你看到沒 日本的頭 還有韓國股市 觀眾朋友看到沒 香港部分港股都是這樣 港股還破底呢 跟您報告 這三大市場是月線季線 半年線年線 全部都破掉 蓋頭反壓 我們是均線 現在都踩腳底下 對吧 對 沒錯 所以我可不可以做這樣的結論 台股之所以能夠那麼強 是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至今沒有 以後我不知道 回到字卡囉 所以成龍大哥 我們也是要注意 對不對 對啊 就是 就像那個時候 DELTA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先是在萬華 什麼阿公店 對不對 那時候也是一開始 他覺得也沒什麼啊 後來就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我完全認同 成龍大哥說的話 觀眾朋友 趕快看一下 現在最新的標題 世衛組織 就在剛剛開口說話了 他要求大家 他說恐怕會讓全世界 確診案例攀高 請亞太國家 亞洲國家全面備戰 你看他講得多好 再來繼續 好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要有風險 好 再來我們來講另外一個風險 叫做資金派對的結束 這件事情絕對很重要 這一個人 以前我們都把他當鴿子王 現在變成老鷹王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連任以後 他無後顧之後 大家知道政治人物都這樣 到了第二任 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不對 第一任 第一任我還有選選民壓力 現在不用怕了 不用怕 對對對 所以抗通膨是聯準會主席 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收資金 資金行情如果不見了 基本面行情撐不住嗎 基本因為現在的股價 已經偏離基本面太遠了 你去看那個什麼巴菲特指數 那個都不是用基本面去衡量 所以資金派對結束 一定會對股市會有衝擊 所以大家這兩點都要小心 一個是我們對身體要保護 一個是資金面 那再來講利率走生 你說什麼股票都不能買嗎 沒有 利率走生是對高估值的科技股 你要小心 我們講高估值 那種有未來性的 拿未來的錢 在做夢的那個你要小心 因為當通貨膨脹來的時候 我們只顧眼前 譬如說我講 現在的低本益比 明年股息高值利率 這是我馬上拿得到的 所以我先看這個東西 那大型傳產股的基本上 我們剛才看了很多檔 他的本益比都很低 你包括電子股裡面的 也有電子股 也有大型傳產股 比如說宏基 華邦電 那些都會相對來講比較抗敵 所以大家得小心 股市如果有這個萬一 會做個修正 所以找高股息殖利率的 傳產龍頭的 金礦行不行 金礦當然也可以 感謝小龍大哥 講得非常好 非常謝謝您了 開始歸納整理結論 今天聽到好多的心知了 今天的法人動作 比較明顯的三黨標的 可以我請他追 首先是華邦電 從大哥說得好 外資買盤回到了記憶體樓 華邦電的底型已經出來了 漂亮 索爾均線現在才在腳底下 法人買盤不斷 他就會繼續往上 再來第二個是紅積 紅積真的是教科書啊 量先鎖行 長紅棒不是拉假的 因為量這個比這個大 才會把錢高越過去哦 您自己股票檢查 現在都流行底型 量先鎖行 紅積 那麼聯電呢 聯電他就提醒大家了 現在所有均線都踩在腳底下 沒錯 但是聯電畢竟籌碼比較亂 下個禮拜一 他就要盯著那個立基電看了 立基電呢 下禮拜一是新貴轉上市哦 所以立基電 索爾大哥他認為 人都是喜新厭舊的 會追他 如果要漲3% 大概聯電只會漲1到2%而已哦 所以他才是主角 這是他的看法 至於熱門股呢 六檔標的 我就不一一贅述囉 索爾大哥說 這三個提醒您 本益比偏高 現在流行的重頭大戲 是位階低的 業績好的 股價沒漲到的 低本益比 所以這個才是主角 這樣明白嗎 那大盤很簡單 因為第一個 歐麥孔 世衛再來一下 連世衛都警告 亞洲國家 亞太國家 千萬不要輕忽哦 因為已經有 日本 韓國 香港 他們的股市都重挫 都做頭了 台股現在防疫做得好 可是我們千萬 要戒慎恐懼 把防護網盯好 然後呢 還有包括了資金派對 如果鮑爾都轉英了 他現在呢 連任了沒有後顧之憂 Taper加快速度 升息提早時間 你說這個會不會結束呢 所以呢布局部分 請多注意 大型船船 金控 高股息殖利率 低本益比 才是牌面上的主角了 以上結論 成功大哥對嗎 對 沒錯 感謝您了 接下來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來看這真是台灣驕傲 台灣之光 您知道嗎 哥哥肉電動機車 這可是台灣的品牌耶 全世界機車最大的三大市場 三個國家 中國 印度跟印尼 沒想到我們的哥哥肉 竟然訂單全到手了 單子市場全吃到了